通過所以天氣會變得不穩定 氣象局還針對了全台19個縣市 發布了大雨特曝 而高雄的迷陀 俄羅安比小琉球 現在已經觀測到2到3米的浪高了 帶您掌握氣象局的說明 在雨量上來講的話 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於台灣的各地上來講 都是有些下雨的情形出現 那有些地方像是在桃園的沿海跟馬祖 還有部分地區都是有比較明顯的一個 這樣出現 那至於未來一周的天氣上來講的話 基本上在敬明兩天的話 都是說要抵壓 就是在一個抵壓帶的一個環境之下 所以整個台灣的天氣上來講 都算是比較不穩定的狀況 尤其像是在南部地區 以及午後的山區跟北部地區 可能會有局部待遇發生的機率 那也請大家就是在外出活動的時候 記得就是要攜帶雨具 並且隨著留意 我們所發布的最新的天氣資訊 那從下週一到下週四的話 隨著颱風逐漸遠離 我們台灣附近的一個風場上來講 就會轉直吹南風到西南風的環境 因此整個降雨的熱區上來講 就會主要是以到這個中南部地區為主 當然就是說午後的各地山區 可能一次會有局部待遇發生的狀況 所以在下週一到下週四以前的話 整個台灣的天氣上來講 都還算是比較不穩定的一個情形 等到下週五 下週六之後 水氣上來講也可望有逐漸減少一個趨勢 所以到時候除了在南部地區 可能還是有一些斷斷續續的降雨之外 其他地方的話 都是會恢復到這個 午後的一個雷射零天氣現在為主 因此我們要特別提醒就是說 在下週四以前 這個低壓帶都還是持續的影響之下 所以整個台灣的天氣上來講 都算是比較不穩定的情形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就是攜帶雨具備用 並且就是要留意我們下 我們所發布的一個最新的天氣資訊 那再來就是說沒有下雨的時候 天氣還是會比較悶熱一點點 各地高温上來講 都還是改到30度以上 所以在外出活動的時候 還是要期待就是 多補充水分以防中暑 再來就是說在明後兩天來講的話 可能都還是有常常發生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前往海邊活動的話 也要特別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下午的一個天氣的最新說明 聲音 就可以一次